刚带回家的幼犬初次离开母犬会很紧张害怕 不熟悉环境会出现整夜嚎叫的情况 首先要判断嚎叫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饥饿想要吃东西 可以为他之前吃过的狗粮减少更换食物对他的刺激 但是要注意要少量多次喂食 幼犬一天可以喂三到四次狗粮 要避免一次性吃的过多导致呕吐 其次幼犬嚎叫可能是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需要主人花时间陪伴 睡觉时可以开夜灯 让他睡在可以看见主人的地方 还有的幼犬不习惯被关在狗笼里 让他产生恐惧不舒服嚎叫抗议 最后可能是因为他生病了 不舒服疼痛导致他嚎叫 可以通过他的大小变精神状况食欲 来判断是否生病 建议喂养二个月零以上的幼犬 二个月以下才断奶的幼犬 更没有安全感 带回家更容易嚎叫 毛语 已经看了 ification